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樱桃说电影 今天带给大家一部国产喜剧《万万没想到》 讲的是吊丝小妖王大锤 为了守护整个村子和心爱之人 放弃生命,将自己变成了一座石牛的故事 吊丝小妖王大锤,她生来便与常人不同 两人间接,颇有些小法力,自诩为本地妖王 整天在镇子里闲来逛去不甘正事 偶尔遍极多小花逗逗两家少女们 却偏偏栽在了一个叫小美的女孩手里 小美让她往兜,她不敢往西 这一天镇子里来了一只妖怪 村民们都被吓跑了 王大锤知道自己打不过妖怪 带着小美赶紧逃命 还好慕容公子及时出现 打退了妖怪就下两人 慕容家世带镇守妖物 但身受诅咒无法承受 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被心魔缠身 慕容公子受了重伤 众人惶恐不安 害怕妖怪再来 王大锤为了讨小美欢心 在大家面前发誓要杀死妖怪 结果被出来找东西吃的八戒 吓得屁滚尿流 一路跑跑跑 钻进了镇子的石碑里 原来石牛镇是一座八卦大镇 王大锤看到一个葫芦 寻思着肯定是啥值钱的宝物 却不小心放出了里面的妖怪 天空出现一团黑烟 唐僧一行人恰好看到了那团黑烟 悟空飞上天一探究竟 一开局救法力全尸 只好把金箍棒丢下去保护唐僧等人 慕容公子把妖气吸进了葫芦里 悟空的清单也不知去向 变得和常人没啥区别 被两只小妖抓了起来 准备烤着吃 王大锤从石碑里逃了出来 正好看到此幕 为了救悟空 他变出一朵花给自己化妆 把衣服挂起来 谎称慕容公子来了 看到妖怪救杀 成功吓走了两只小妖 救下了法力尽失的悟空 小美王大锤和悟空成了好朋友 三人决定一起打怪升级 这边唐僧等人还被困在金箍棒里 求助村民无果 心里还被偷走了 王大锤除了会变花 还有通灵之术 变出一只小狗还是绰绰有余的 悟空对两人进行了想要特训 成果还是很显著的 三人成功抓住了妖怪 但还是没找到悟空的金丹 悟空一气之下走了 王大锤为了显摆自己的功劳 把妖怪五花大榜带回了村里 突然妖怪吸了几口黑烟 又满血复活 村民们被妖怪打得死得死 残得残 王大锤内心害怕极了 这时慕容公子又出现了 但是他也不是妖怪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随后慕容公子被心魔攻身 成功斩杀了妖怪 王大锤被村民们狠狠地揍了一顿 慕容公子把他抓了起来 慕容公子彻底被心魔打败 要杀了所有人 他答应放了王大锤 但是小美必须要嫁给他 王大锤感到特别失落 正好遇上了唐僧几人 唐僧他们让王大锤帮忙找吃的 王大锤还以为是给他加油骨劲 顿时元气满满 他又来到了石碑里 想要找到打败怪物的方法 慕容公子的祖先出现了 原来王大锤是正妖封印石牛 所幻化出来的石灵 只要他扬起手来 收回葫芦摸摸石牛 就可以把妖气再次封印 慕容公子把整个村子封了起来 王大锤前来拯救大家 还没出手就被绑了起来 就在这时 悟空带着他的打怪神器来了 慕容公子分分钟就把他打败了 白龙马帮悟空找回了金丹 他又恢复了法力 和慕容公子打了好几个回合 去走了星魔 星魔又付到了小美身上 王大锤使用开花绝章唤醒了小美 星魔由怨念所花 只有真情才能破解 慕容公子为了救大家 和星魔同归于尽 就在大家以为都结束了的时候 土地公公抢走了葫芦 他才是最后的大boss 喝下葫芦里的妖气 瞬间能量大爆发 大boss击碎了石牛 悟空也不是他的对手 王大锤只好把自己变成了石牛 小美恳求大家帮帮王大锤 众人摇起手来给了大锤力量 终于封印住了妖怪 一切尘埃落地 王大锤再也不是那个屌丝小妖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关注哦 下期再见 猫猫的 小妖怪 小妖怪 小妖怪